在国内时娱乐圈的女明星每次红毯反图都是肤白貌美腿长逆天 看的粉丝直呼顶不住 但是一到国外失去了专业的修图师和强大的后期 她们在外媒的镜头下将缺点暴露得体无完肤 每次看到外媒无辟神图都不禁感慨一番 这真的还是我们喜欢的女明星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曾出演过花木兰的神仙姐姐刘亦菲 前几天参加微博之夜的刘亦菲身穿一袭LSM2023春夏高定礼服亮相 精致的就像是孔雀公主 不仅礼服是全球首穿 她配的的珠宝总价也高达130万 是新代言高奢品牌宝格丽的最新款 礼服和珠宝这两个要素就证明了刘亦菲如今在娱乐圈的顶流地位 和她在时尚界的受宠程度 而作为经常出现在外媒镜头下的女性之一 刘亦菲的身图自然也不会少 从最近这张她出席LV修长的图来看 神仙姐姐这个称呼真不是白说的 在外媒的镜头下 她的皮肤白皙细腻 一身LV春夏高定 被驾驭得十分有气质 不仅如此 从现场身图来看 刘亦菲似乎比之前瘦了点 下颗线相比之前更加清晰 脸部状态也更加紧致了 再往前看一段时间 在她《花木兰》电影宣传发布会上 刘亦菲身穿金色抹胸长裙 看起来明艳大方 十分有格调 虽然她不像其他女性一样古兽如柴 但是也绝对受不上胖 恰恰好的身材 让她在镜头下夺了几分风雨 配上完美的骨像和脱俗的气质 十分惹人注目 只能说天仙就是天仙 能获得这个称呼 果然是有绝对的美貌 和刘亦菲一起出席LV修长的 还有鬼马经理的三金影后周冬雨 只是这身礼服的设计 对于身形单薄的周冬雨来说 过于累赘 再加上她亘古不变的 油光水滑大背头造型 两整相加看起来有点突兀 说句题外话 是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周冬雨的造型团队 格外钟爱给她设计这样的发型 回到秀场图来看 周冬雨的颜值还是十分能打的 一眼望去 光洁无瑕的皮肤和她修长的脖颈 首先吸引了人的全部注意 再加上一双虽小 但却格外灵动的眼睛 这样的周冬雨 怎么也看不出已经步入30岁大观 扮演青春中学生 依旧毫无压力 前阵子周冬雨前往英国 参加老牌奢侈万表品牌 欧米加的新品发布会 和奥斯汗影帝小雀斑 站在一起也毫不露见 她一身香槟裸色打底 配上银色拼接亮片的高定领服 配上干净利落的发型 和妩媚的大红唇 看起来身姿轻盈 线条流畅 这样的周冬雨 还真有了点三斤影后的高贵气质 对比旁边的国外女星 如此貌美的周冬雨 实在能画一句为国争光 举了以上两个成功例子 很遗憾 咱们的国民闺女关小彤 却在镜头下踩了个大大的雷 前往巴黎时装中看绣的关小彤 身穿简单衬衫造型的 超短纯白花包裙 将完美的一双大长腿 完全暴露在镜头下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关小彤是典型的H型身材 虽然长腿细筋 但是上半身宽速的设计 却显得有点装饰 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对她的身材曲线 完全没有起到修饰作用 此外 最让人不解的不是服装 而是她看秀的妆容 为了吐出水润的大眼睛 她贴了长长的假睫毛 画了完美精致的臥残 还放下了两缕碎发修饰脸型 但是这样的造型却显得一眼望去 她的脸上只有两个空洞的大眼睛 最让人不理解的是 关小彤的造型师 为她挑选了一个 几乎跟白衬上一个颜色的粉底 使得她整张脸看起来惨白无光 不仅如此 不知道是工作失误还是怎样 那粉底只涂在了她的脸上 使得面部和脖子色差极大 完全像是顶了一张面具问世 其实这并不是关小彤 第一次在造型上出问题了 之前在国内 尽管有修图师和强大的后期 她的红弹造型依旧惨不忍睹 凭借一部甄嬛转 火了十几年的娘娘孙丽 也没逃过这面照耀镜 在国外看秀的孙丽 身穿一身白色镂空连衣裙 腰间斜坏了一个米色的包包 和旁边不是精致礼服 就是整齐西装的其他看秀明星相比 孙丽像是出门逛街的无辜路人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拉到了修长 再往近了看 她一如今往的短发造型 立宗色的碎发紧紧贴在头皮上 为她增加了几分老气 虽然娘娘的眼神依然凌厉霸气 红唇也明艳似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造型整体看起来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孙丽的皮肤状态 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年纪已经不小了 但是她的眼角细纹却没有几条 法力纹也不是很明显 微微一笑时 当年的美貌依旧若隐若现 而且孙丽整个人的皮肤都白细细腻 就算坐在一种白人间也十分显眼 之前参加飞天奖项颁奖典礼时的孙丽 穿了一件克莱因兰短裙 本来颜色就不太符合她的气质 谁知她又在下面加了一条黑色丝袜 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痛恶了 但是如今的孙丽家庭幸福美满 事业上也成就不菲 她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吧 反正她这样的实力派演员 又不靠红毯的造型薄眼球 而是靠演技吃饭 一向靠美貌火出圈的杨颖肯定想不到 自己的美貌有一天也会翻车 某次出席国外红毯的杨颖 刚好被外媒的镜头捕捉到了她扭头的瞬间 扭头时脖子上出现细纹是人之常情 暂且不说 但是她的皮肤状态也差得让人有点惊讶 这张图中的杨颖不仅眼尾爬满了细纹 鼻梁上发有很多斑斑点点 因为笑容裂开的嘴巴也大得格外吓人 再加上格外浓的妆容和艳素的美红色口红 可以说这妆化了等于白化 再从正面看一下 因为太瘦 她笑起来整张脸皱在一起 额头上甚至有几根筋都吐了出来 不仅如此 明明年纪还不算老的杨颖 却有着极其明显的法令纹 怎么看也看不出她美在哪里 不过回到国内 杨颖又摇身一变成为了红毯美神 前几天的晚会上 她的两套造型都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一套是嫩黄色公主风蓬蓬沙裙 胸前贴满了细闪的碎钻 看起来可爱又娇美 另一套优雅神秘的黑天鹅造型 将她完美的身材展现得凌厉尽致 看完了杨颖 我们再来看看她的好闺蜜杨蜜 出道几十年 杨蜜凭借完美的外表和时尚的穿搭 优越的身材被粉丝冠上了可爱的称号 少女蜜 但是即使是少女蜜 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变老的事实 外媒镜头下的杨蜜 面不浮肿 皮肤松松垮垮 可能是妆容不符合她的气质 杨蜜看起来十分显老 脸上油光满面 口红的颜色也有点突兀 不仅如此 杨蜜最优越的一双眼睛 看起来也差强人意 不在国内的她双眼无神 眼窝还有点凹陷 看起来充满皮态 而且她一身松松垮垮的白色连衣裙 也没有展现出她的完美身材 反而让人看起来毫无精气神 只能说杨蜜还是更合适 和自己的好闺蜜杨蜜 一起在国内大发艳牙通稿 在微博职业典礼上 她一身Alexis Mabel 2023春夏高定礼服 抹胸竖腰包臀的紧身设计 让她看起来五眉动人 光芒四射 此外她佩戴的羽毛耳环 价格也高达37万 十分奢华 杨蜜张扬的美貌 好像格外适合大红色的造型 每次都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不过身为早早成名的八五花之一 近几年却依旧在偶像剧中徘徊 希望她能好好琢磨演技 早日拿出真正能体现演技的优秀作品 因为风吹半下和幸福到万家爆红 成功转型为实力派女演员的银宝 其实在外媒的镜头下也很能扛 由于控制身材瘦了许多 微笑起来的她少了之前那种可爱青春的感觉 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 而且赵丽颖的皮肤看起来细腻光滑 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她的五花和之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两只大大的眼睛格外引人注意 前阵子风吹半下正活的时候 她参加微博世界大会走红毯 穿了一身黄色水钻长裙 造型是波浪卷发和复古的大红唇 看起来和剧中的许半下形象十分贴切 出道这么多年尽管已经生光孩子 张丽颖的脸看起来却一如从前 在幸福到万家里 她和老戏谷王威王之飞等搭戏竟也毫不逊色 将人物性格演绎得十分出彩 从农村出生一路摸爬滚打至今 张丽颖也算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那么以上几位女明星 观众朋友们又觉得 谁的颜值更扛打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